这条题目呢,它一开始就给了一条二次方程给你 接着给了两个根,然后就叫你去找 这一个代数式的两个极值是什么 那奇怪的地方呢,就是 这一条是一条二次的代数式 那我知道二次的代数式一般来说只有一个极值 但是为什么今次会有两个呢?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这条方程呢,是二次方程 那二次方程说明有两个实斤的情况 那就是叫我们需要用Determinant 那我们一开始要看一条方程的判别式 这个基本上都成为了一个指定的程序 那今次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判别式呢 就等于B的平方 就是这一个k-2整个东西的平方 然后再减4ac,a是1,c就是这个k平方加3k加5 而有两个实斤呢 就是说这一整个东西 需要大个或者等于0的 那这一条东西解了出来呢 我们就会拿到k的取值范围呢 就必须要是在-4 和或者在-4 over 3的这个区段之间的 那接着来呢,我们要说的东西呢 k就被lock死了在这个区段了 如果不是呢,那它就符合不到这一条方程 会有两个实斤的这个条件了 那所以呢,在这个区段中间呢 我们接着来就可以讨论一下 这一条代数式会变成什么样的 那这条代数式呢,就是一个k的平方 加另一个k的平方 我相信这一个表达法的话 如何变换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的了 我们看看,一个k的平方 再加第二个斤的平方 这个东西呢,就会变成 两斤和的平方 再减二乘以两斤即的 那而输者呢 我们可以代这个两斤和 即是-b over a 就是k-2的平方 再减二乘以两斤即的 即是c over a 就是这个东西 k平方 加3k加5 那这个东西我们经过整理一下之后呢 就会变成 -k的平方 -10k -6 那我们要找一个二次方程的极值的话呢 就会令到我们 令到我们想起这个配方法了 那我们配完方之后呢 就会有k加5 整个东西的平方 加19的 那我们 演而易见这一块东西呢 就是一个配完方之后 然后加一个19下去了 那我们平时的做法呢 就会说 左手边这个东西呢 应是大个或者等于0 那-一个大个或者等于0的数 那它 最小最小的值呢 就只可以 这个是0 因为-任何一个正数 都会 都会令到这个数越来越少的 那所以这一块东西如果 加一个0下去呢 那这个最大的值就是19了 那但是 我们要看着啊 如果我们要加这个东西是0 k的取值范围呢 k就必须要等于-5的 那如果我当这一条为数据的话呢 那这个是k的取值范围 那-5呢 就在我们取值范围的左手边 那就不对的 那如是这呢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-5下去了 那既然是这样 我最大的值呢 就只可以把这个k是-4的而已 那所以 如果我们扔k 是等于-4的人呢 那这一条方程 就是x1平方加x2的平方 这一块东西呢 就会等于18了 那这个就是第二 其中的极值啊 那因为我们已经拿尽了k 可以拿到的最值范围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极值啊 就是 这一条极值最大的那时候 它就等于18的 那第二个极值呢 就是当k 你要拿到另外一边最准啊 等于-4 over 3的时候呢 那么 一个斤的平方加另外一个斤的平方呢 这块东西就等于-59 over 9了 那大家可以试一试自己拍些数下去了 那么 那么 而k等于-4 over 3 那些人 这个一个斤的平方加另外一个斤的平方 就会拿到它的最小值 就是59 over 9了 那么 你看到